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分享一下最近因為身體狀況而吃的補健品 吃完之後覺得有什麼改善 例如鼻敏感、皮膚敏感、情緒問題和睡覺問題 如果大家有這類型的關鍵的話 就不要錯過,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第一個是觀眾介紹,可以改善鼻敏感 它是蟲草CS4,我在iHerb買大約96元左右 裡面有60粒膠囊 它的大小對我來說是不辛苦的 因為我不怕吞藥丸 然後味道很搞笑的 它不是中藥味,是有一種送的味道,是食物的味道 所以我自己是不抗拒 然後兩個月一瓶吃完之後 我的鼻敏感情況好了很多 早上是沒有那麼容易打黑癡、鼻塞、流鼻水的 它沒有完全根治 如果說轉天氣或者淋下雨 我都會有鼻敏感 但正常平時的情況是沒有了很多很多的 然後我發現它對於COVID之後的一些咳是有用的 因為上個月我媽媽就中了COVID 然後它那些不斷斷了 我就給它試試兩個星期左右是沒有了 是非常之有用的 所以它對於COVID好極也好不了的咳應該是不錯的 而且我晚上吃完飯之後吃一粒 我發現睡覺的質素都好了 它是會令我更加深層睡眠 睡完第二天起床是更加有精神的 所以這個不貴的 一百元有找 大家可以試一下 我看到iHerb那裡有得賣 一直都是在回購 身體健康的時候我分享過 不是每天吃食物的 陰天我會吃維他命D 然後偶然就會吃魚油 但是現在因為我需要抗炎 這兩個變成了每一天都會吃 這個維他命D也是在iHerb那裡買 30元而已 它裡面是會有180粒的Capsule 這麼小粒而已 一天一粒 然後魚油就會是這一款 一樣是iHerb的 75元有60粒 它就大很多了 跟剛才那種膠囊是差不多的 這個也是要看你的吞藥丸技術 我自己是沒問題的 這個是每一天兩粒 吃完它們其實就不會覺得很大的分別 但是除了這兩個我會加上這個P5P P5P是一個活性的維他命B6 又是對於皮膚 還有後來我發現它對於情緒也是有幫助的 它裡面是一樣的那種膠囊 又是這一種 跟剛才蟲草差不多 不過它是白色的 這個也是一日一粒 這三個我吃完下午的時候 一粒這個 一粒P5P 和兩粒的魚油一起拍的 是不是很厲害 我可以一次過吃到這麼多藥丸的人 跟著它們的作用 或者是我身上的功效 就是我的皮膚敏感沒有那麼癢 還有它在那種發炎的情況 是會快一點去降鹽 因為我現在是在看中醫的 中醫就把我的皮膚敏感去焗一點出來 它會很癢 接著會很紅 吃了它們會把這個發炎的效果 是令它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那麼癢 是非常之有用的 它們不會幫我治療的皮膚敏感 但是可以幫助 令到這件事 可能快一點發炎 身體打仗的時候 可以多一點的營養 去打這場仗 令到這件事可以快一點戰勝 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覺得它們幾有用的 這個P5P 我看回價錢 是108元 裡面有90粒 其實這個情況就是 我搬家 它是導火線 可能一些東西髒 一些塵 令到我的敏感出來 但是我的壓力 一直抑壓著 是爆發 不如給大家看一點 我頸和胸口 上個月是很厲害的 有很多條片 我是要用粉底 用遮瑕膏去遮住 現在完全沒有了 它是在淡的 有一點點紅 但是胸口已經是慢慢退色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我之前去分享過 這個膠原蛋白 我喝了它 是令到那些敏感 旁邊 原本是很乾 很脫皮 是沒有了很多 我上個月條片 敏感亂說 因為我很怕 大家一皮膚敏感 就衝去買 但是 我是因為喝了它 原本是很容易脫皮 然後你塗粉底 上面是卡住了 喝了這個 是改善了很多 所以我自己是買了六支 對 我是介紹完之後 再自費去買的 就是這一堆的製品 令到我覺得這個旅程 今次去康復的過程 是好了很多 這一種的敏感 我又很容易去大壓力 或者是有些搞不定的時候 就會很癢 很想拔這裡 拔那裡 現在都是努力進步的 所以這一類型的製品 因為我在iHerb買很便宜 這個不是iHerb的廣告 我今年是沒有接到他們的廣告 但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歡 在iHerb那裡買一些製品 例如蟲草 我們在萬寧那裡買 是幾百元的 這一瓶是幾十元 我覺得便宜了很多 而且吃完之後有用 然後我又可以看到不同人的評論 或者是上網看看自己的情況 欠一些什麼的營養 去選不同的製品 我應該會再買一種叫做美 是因為聽說美 再加上這個P5P 是可以令到焦慮症 然後抑鬱 雖然我覺得自己是沒有抑鬱的 我不是不開心的人 我只不過是很大壓力 而且很容易焦慮的人 所以我希望用了這個P5P 再加上美 可以令到我的心情舒服一點 放鬆一點 然後中醫又幫我去調好我的五臟六腑 總之現在是一個在打仗的時刻 我會努力去令自己身體健康 我也是一個開心步步 你看到我這麼開心的分享自己的製品 所以我也是沒事的 只不過可以告訴大家 我現在是有這樣的情況 然後我就嘗試去看中醫 再加上吃一些不同的製品 令到這件事會更好 很神奇的 一開始看中醫是因為皮膚敏感 我沒有想過情緒壓力是可以有幫助的 但是吃完中藥 人是會很平靜 很平靜 沒有那麼大的波幅 所以如果有一天 我覺得自己的情況是好很多 然後是康復了很多的話 我都會想跟大家去分享我現在做什麼 有什麼是有幫助的 剛才有工作做 走開了一會兒 現在已經天黑了 忘記到去哪裡了 總之今天是跟大家分享了我最近吃什麼的製品 為什麼會去吃它們 還有吃完之後有什麼改善的 如果你都有這一類型的問題 或者是你朋友面對這些問題的話 可以分享給他做一個參考 還有一個製品就是Chopper 它是我的最佳糧藥 糧藥 為什麼你有這麼晚睡 你做過什麼 你看他的樣子很呆 今天就來到這裡 很奇怪 光線完全不同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如果今天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會不會喜歡呢 有用的話 有參考價值的話 可以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會推出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週三日和星期日 十二點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死在來 你快點 你快點 快點 快點 這是嗎 快點